主料,玉米面150克,白面300克,茴香400克,五花肉100克,辅量,油,盐,姜,香油,酱母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食材准备好,茴香炸净洗干净,先将玉米面和白面用酵母加水和好醒发,一定要喝的软一些,茴香切碎,五花肉, 切成丁,把切好的茴香和肉加入盐,香油,姜末调匀,请放好的面团,把手上沾满水,然后就一个小剂子,在手上摊成饼皮,包入馅,不粘锅里放油,放入包好的菜团子,然后倒入一点水,盖上锅盖,打开锅盖,上边有熟的迹象十凡个,煎另一面,煎至两面金黄即可,烹饪技巧 一,活眠的时候一定要喝的软一些,二次制作的时候,由于面软会粘手,手上要粘满水,因为整个的制作过程不用安板,都是在手上完成的三,放入煎锅,大概两分钟后,倒入一点水,盖上锅盖,让水蒸汽来帮助快熟成熟,打开锅盖再翻一下个,两边金黄变熟了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